滚滚黑烟弥漫天气 现场还冒出熊熊火光 澳洲墨尔本一架小型飞机 在星期二早上九点左右起飞后 不久突然坠毁 直接撞破一架购物中心的屋顶 随后引发爆炸 目击者形容飞机坠毁后 随即爆炸变成一团火球 窜起的黑烟就连远处都清晰可见 虽然事发时购物中心还没有营业 因此地面上没有人伤亡 不过当地警方随后证实 飞机上的五个人全部罹难 这是澳洲三十年来最严重的空难 当局相信引擎故障是飞机坠毁的原因 出事的是一架私人包机 当局没有公布五名罹难者的身份 NTT7综合报道 NTT7综合报道